好 那個今天呢 因為剛好有朋友來家那邊吃飯 所以呢 難得我又下廚了 那這一次我要先示範一道菜 我們其實配料都已經準備好了 這是雞腿肉 昨天我特別買的雞腿把骨頭給拿掉 然後把肉稍微醃漬一下 今天早上先炸起來 那因為去一般我們在家裡面炸東西的時候 油太多其實是有點浪費的 所以呢我就把那個油呢 省起來 因為炸東西 只要油溫掌控的好 它其實油是很乾淨的 那我們現在熱鍋以後呢 我準備了蒜頭米 跟薑米 什麼叫米就把它切稀稀稀稀小小這個 我們先下去 用小火爆香 好來看一下 嗯 各位聞不到香味但是我也聞到香味 還不賴 我聽到那種嘴嘴嘴的聲音 那就是已經它在作用 趁這個時候呢 因為今天要做的菜呢叫做 辣子雞丁 我自己稍微改了一下它的配料 我希望做的更符合一般的口味 因為今天有小朋友在 所以加一點點辣 這個豆飯醬就好 它有一點點辣 我們把它味道先炒開 哇 有不到香味 滿不錯的 然後今天準備的呢 有洋蔥 青椒 還有最後的 紅蘿蔔 等香熱出來以後先把這些讓它去炒 先把味道炒香炒出來 聞到濃濃的香味 為什麼沒有肉煎下去炒 因為肉炒菜已經炒熟了 所以先把這些東西炒 炒完炒熟 把香味出來 然後我習慣加一點點水 因為把這個香味炒出來以後 把我們的味道調進去 那我要加一點糖 怕太辣 而且 我喜歡比較甜一點的酒 等它稍微滾了以後呢 那時候呢 米酒都出現了 我最愛的 欸 就是紅蘿蔔 讚 很多人會說加米酒要幹嘛 可是我跟妳講 那是個人的習慣 我就是愛米酒 我就是愛香味 然後有一點點花椒 這花椒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有一種紅綠黃 黃飛虎 對不起 不是幫他打廣告 那個我們吃完花生 剩下來那個花椒也很香 所以就拿下來拌一拌調味 再來一點點的醬油 然後 顏色會比較漂亮 顏色會比較漂亮 可不可以有練過 不要去人家 味道還是痛 肉呢 就可以下去了 這時候就是讓這些 我們剛才炒過調味好的味道呢 可以裹住這個雞肉 讓這個味道呢 完整的滲入 這個食材裡面 我們再燒一下 那像這樣的料理呢 我會習慣把它燒乾一點 因為燒乾一點 味道會比較香 一點點 辣味 它是開胃的 然後很多人會覺得說 翻鍋好像很出力 也不是 聽你們看喔 我們就是順順的這樣 有沒有 食材很容易就飛起來翻鍋 最後要什麼 割的最愛 香油 再翻炒一下 加點香油多的香味 還是多什麼呢 多的光澤 炒定 來 裝盤 今天哥做的辣子雞丁 這樣 等等 我看得到我 最愛最愛的方便 有機會來我們到我參與你吃